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 1988年 齐齐哈尔人民政府会同黑龙江省和北京市有关部门 为张慧民特大间谍案中牺牲的张永兴 张克星兄弟 举行了隆重的烈士纪念碑和同项揭幕仪式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纪念碑落成前不久 逮捕审讯和屠杀了大批中国人的战犯 土无方雄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个人自传 《我的忏悔》 后经翻译在中国出版 他披露 张永兴和张克星兄弟俩都曾经叛变投靠了日本人 消息传到齐齐哈尔烈士家属震惊了 土无方雄个人回忆录可信吗 齐齐哈尔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又该怎样面对这段关于叛徒的记录呢 本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关东军集密档案的下集 关线高 第1154号 1934年4月 齐齐哈尔的古川洋行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有钱人 除了吃吃喝喝 这两个男人好像整天无所事事 可是过了没多久 这两个人就来了个大手笔 不声不响的把这个洋行给盘了下来 而此时的齐齐哈尔可不是歌舞升平的好地方 918事变后 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点火就着的军事包围 应当说齐齐哈尔是被军营所包裹的 这整个城 在东部是他的526部队 就是日本化学站部队和526部队 在火车站的东侧和西侧 火车站的东侧和北侧 是他主要的物资集散地 都是仓库 军火仓库 物资仓库 在他的齐齐哈尔的北边是军营 南边有供应航空军的燃料的仓库 然而这两个神秘来客似乎忘了这是兵狂马乱的年月 接二连三的在东北许多地方投资了不少 其中有养鸡场水谷店 还有倒卖商货的小铺子 人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了30多人 这两个人表面上是做生意的 实际上是戴号维波波夫的七七哈尔东县情报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两个刚刚从共产国际情报组收信回来 一个是化名张慧民的张永兴 一个是化名文汉章的张树蒂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是列宁创建并领导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宣布成立 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 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 1943年6月 由斯大林宣布解散 20世纪三十年代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 为了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 曾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共产党员 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 开设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 为了在世界各国开展情报工作 曾经巧妙地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 对外统称为共产国际情报组 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红色谍报大师的佐尔格 佐尔格在二战期间是前苏联著名的谍报人员 1930年奉命来到中国搜集情报和建立情报组织 1934年转战到日本 在日本他的情报组织代号是拉姆扎 佐尔格曾经在德国进攻苏联前的七个月 从东京向莫斯科发出德国已开始准备对苏作战的首次警报 但遗憾的是 斯大林当时并不相信这份情报 1941年10月4号 佐尔格又一次向苏联发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 他将向美国开战的重要情报 这份情报使斯大林下定决心 从中国东北抽调军队增援莫斯科战役 莫斯科保卫战因此转败为胜 欧洲战场随后出现了转机 1930年 共产国际情报组谍报员 佐尔格受苏军总参谋部第四情报科指派 秘密地潜入了中国上海搜集情报和发展谍报组织 佐尔格来华的主要任务 使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 一年之后918事变爆发 苏军情报部门及时调整了工作方线 情报工作一部分转移到支持中国抗战上 上级要求佐尔格选送优术人员到苏联接受培训 佐尔格的这个行动得到了中共特科的积极配合 张放笔名方文 解放后使用名刘锦忠 佐尔格在中国期间的主要助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放遇到了当时家住北平的老同学张永兴 张永兴是咱们东北人 918事变的时候 他正在沈阳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统追想 而对于国民党消极抵抗心怀不满 所以他曾经到深山老林里组织抗日义勇军 张放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 就对他说愿意介绍他加入国际的抗日组织 张永兴听了以后十分高兴 一口大用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 张放在北平东北等地 又先后三次秘密约见了张永兴 并对张永兴进行了严格考察 1932年底的一天 张永兴突然接到通知 到上海接受任务 随后 他与中共党员张树蒂 一起前往苏联接受培训 一年多后从苏联回来 两个人同时被派往七七哈尔 建立了代号为波波夫的情报站 1934年的春天 张永兴和张树蒂两人从苏联受训回来后 通过熟人在很短的时间发展情报员30多人 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他们根据日委的军事设施分布状况精心设置 对情报点做出了非常巧妙的布局 首先他们选定在兵营 仓库 武器弹药库 机场 车站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场所 开办鞋帽店 水果摊 旅馆 烟草行和养鸡场等 一座生意作为掩护 每位情报员各司其职 负责监视自己选定场所内的日扣活动情况 被称为圈壁别报 其次情报组织 据苏联情报部门的指令 命令一些情报员主动到日本军营内 参加修建工事或运输垃圾的工作 趁出入部队之际 从垃圾厂或焚烧厂 捡食纸屑获取情报 或从库房窃取文件 这种混入敌人兵营里 从事情报工作 被称为渗透谍报 另外以民生晚报记者 做掩护的两个情报人员 经常借采访之名 到各地游山玩水 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 他们被称为移动谍报 文汉昌呢 经常到海达尔等地区旅游 实际上是刺探情报 这个时候呢 恰恰碰见日本的药塞工程上马 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 就派了些电报人员化妆成苦力 到这个工地上去干活 因而呢 搜集到了许多准确的情报 连日本的情报专家 对他们这种交叉立体的 搜集情报的方式 都表示赞赏 1936年初 驻守在哈尔滨的日本特务组织 发现了漂浮在七七哈尔上空的神秘电波 由于没有查出无线电台的准确位置 七七哈尔街头警惕是日夜乱叫 逮捕抗尔战士的球车 也时常呼啸穿过 北大营不时有抗尔之势被日军杀害 此时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各个提心吊胆 气氛也是异常的紧张 恰恰在这个时候 张永兴突然接到上级指定 要求他火速到苏联汇报工作 于是张永兴携带大批日军急密情报 偷越边境来到了苏联 令张永兴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个月之后 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到苏联 他在七七哈尔的警报站被日军发现 派去街头的交通员也失踪了 1936年11月4日 张永兴秘密密回到了七七哈尔 但他远远的遥望自己的住处时 果然发现有几个陌生的身影在那里 晃来晃去 于是张永兴不论声色的悄悄地离开了 他一看呢 有人在监视上 这样他就没回家 相隔了十多天 他又回家了 他回家的目的 只有有一个 因为他家有电台 有敌人的这个材料 什么军事的 政治的 经济的 各方面材料 17日晚 张永兴利用特务交班的时间 从后门悄悄地溜进家里 我爸爸回去了 回去他 他不是为了这个妻子和儿女的安情 就是想要转移那个电台 受发暴击和那个 那小库房里 还有几百 那个 几百分文件 那个情报 他想把它转移走 这来这个时候 又有人敲门了 1936年11月19日 战斗了两年零七个月 曾让东调英机 不寒而栗的代号 为波波夫的 七七哈尔东线情报组 终于停止工作 一同被捕的 八名反法西斯情报战士 他们的名字是 陈国华 乔良枕 钟奎群 张克星 张尹兴 王海曼 潘气忠 蓝月轩 这个叫北大营的地方 曾是日军驻齐齐哈尔宪兵队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的刑场 1937年1月5号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张永兴等八位抗日志士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 但是人们无法想到 就在北大营的枪声响过五十年之后 这个参与逮捕抗日情报人员张惠民等人的日本老兵土无方雄 却爆出了一个张氏兄弟叛变投敌的情节 在日本帝国的旗席下 1931年11月 从小就梦想有一枚军功章的土无方雄应征入 自愿编入日本陆军满洲独立守卫队 两年之后的1933年 土无方雄考入了日本建兵队 驻扎在中国北部城市七七荷尔 1936年11月19日 土无方雄在七七哈尔中央路一个秘密情报点 亲手逮捕了七七哈尔东线情报站的领导人张永兴 但是由于一同被捕的几位中国人 坚决否认与情报工作有关 使这个案子一时陷入僵局 为了有所突破 宪明队开始了又一次疯狂的搜查 当时呢他没有说到什么东西 林快要上车走的时候 土无方雄提议再到后院看 就在土无方雄领着一些县兵到后院看的时候 就在后院的仓库收到了我父亲工作的电台 哎呀他们大喊大叫啊 这喜出望外了 据土无方雄自述 他在搜查逮捕张永兴的行动中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姬 还特意给他颁发了加奖令 东条英姬兴奋的说 这一次行动是为关东军的防蝶谋略对策 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之后据土无方雄讲 他还赢得了所谓特高之神的美成 就在土无方雄在中国的领土上大开杀戒的时候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横行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了 这时候土无方雄33岁 日本战败后 土无方雄在齐齐哈尔市被苏联红军俘虏 并押往苏联境内强制服劳役 五年后 土无方雄和969名日本战败一道 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关押在府顺战败管理所 在这里他度过了六年的牢狱改造生活 在府顺战败管理所 中国政府的改化政策深深触动了侵略者的心理 使在押的日本战败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他们纷纷坦白承认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在那里 土无方雄第一次给中国人下跪 1956年6月2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关押在府顺战败管理所的日本战败 第一批275人进行宣判 让土无方雄没爽到的是 他竟然已在其中 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清廖中国战争中 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充宽处理 免于起诉 在结束了13年的宪兵生涯和11年的牢狱赶草之后 一直认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的土方雄 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当时他泪流满面 1984年 土方雄的忏悔路 在朝日新闻山形线板上开始名载 1987年的自传 我的忏悔在中国出版 土无方雄在他的自传里提到 当时化名张慧明的张五星兄弟 在日军的严刑拷打和软化政策之下 在被枪杀之前就已经叛变了 按照土无方雄的说法 我们现在认为是革命烈士的张五星兄弟 其实是叛徒 而这个说法在各方面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1987年中国北部城市七七哈尔 由于原日本金华老兵土方雄的一本书 打破了以往的平静 50年前日本关东军的张慧明特大别报案 已经开始备受关注 虽然有关方面没有就所谓的叛徒问题公开表态 但是一个消息却不进而走 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张永兴兄弟的办案卷宗 重新进行审查 1945年8月8号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并很快歼灭了日军最大的精锐部队 关东军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 有一个著名的战役 就是攻占虎头要塞 虎头要塞是日军在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之一 攻势十分坚固 防卫十分严密 但似乎苏军对这个要塞十分的了解 一边浇气油 一边火烧 整个要塞很快就塌了下去 短短时间内 1600多名日本守军 就全军覆没 只有53人逃生 虎头要塞之所以被 很快的被苏军攻陷 据说与张永兴兄弟提供的准确情报 密切有关 在七七哈尔北郊的北大营 我们找到了张永兴等人牺牲的那片乱坟岗 尽管张永兴等人被害 已经过去了很久 然而这块凹凸不平的土地 依然是那样阴森和伎凉 在杂草丛生的地方 时常有白骨落露出来 低淫的风 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这七十多年前的 那场续与腥风 918事变的时候啊 张永兴恰恰恰在沈阳 他当晚听到了一夜的炮声 第二天的时候 他知道日本炮轰了北大营 攻占了沈阳 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在1932年新东华杂志上 看到了张永兴撰写的文章 血战归来 事变后的第三天 我和几位辽宁的同志 一同跑到北平 我们的意思是 日本禁兵沈阳 事出偶然 一时没有准备 暂行撤退 东北当局 避谋反攻 绝不至于放弃东北 在北平住了一个星期 兴急的我 已大为失望 所以决心 再回东北投奔一个朋友 托他介绍到一个土匪的手里 去在劳苦的群众中 建立我理想中的民族事 918事变以后 张永兴曾经到北平 找国民政府雄秀抗日 但是他失望而归 回去以后 他冒险进入深山老林 土匪窝子里面 动员土匪抗日 而且组织了我国 第一批抗日 益勇军 土匪头子看他体弱多病 担心他受不了 土匪的艰苦的生活 但是张永兴这样说道 就目前的形势 日本对于东北 一具长期占领的决心 政府方面 既无收复东北的准备 人民方面 再不誓死抵抗 则东北将永远亡于日本 基此时机 出组组织民众武装领抗 使别无活路 委屈多样 亦所深知 为国破家亡 以无暇律策 这是无巧不成书 就在调查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来到了七七哈尔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发展张永兴 进入谍报组织的人 解放后改名为刘进忠的张法 而刘进忠向党组织提供的情况是 与张永兴单线联系的两个人 包括他自己 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客工工作人员的一个特点 就是只知道自己的上线 和自己的下线 除此以外 其他的人 哪怕天天见面 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这可以说是 特工工作人员的一条纪律 那么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推断 张永兴当时是情报组的负责人 他所了解 而别人不知道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和他一起 从苏联回来的文案章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上线 张放 张放在共产国际解散后 回到了中共党内 在我党领导下 他继续在秘密战线上 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 他先后在上海 北京工作 据我们早期的死亡 张永兴没有供出来 他的领导人 以及他的情报上的 这个共同的负责人 一个是文汉章 另一个领导人是刘金忠 文汉章呢 这个情报上被破获之后呢 文汉章这个就下落不明 到现在呢 我们都在这个查找文汉章的下落 刘金忠呢 是建国以后 他仍然在积极为党工作 最近才去世 当年被日本宪兵队关押的爱国学生刘丹华 曾见证了张永兴在狱中的坚真不去 去了解当年供出情报组织的全部情况 直接导致张永兴等人被捕的叛徒 叫蔡文复 化名蔡秀玲 张永兴等八人被枪杀以后 蔡秀玲被日军释放 这就是我们党馆 我们的敌尾档案呢 都在这里 来您看一下 叫蔡文复 解放后 叛徒蔡文复 被人民政府逮捕 海城县人民法院 对他出卖张永兴等人情报人员的罪行 进行了审理 在七七哈尔档案馆 我们查到了这样一份判决书 海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58刑字第178号 我们这个卷呢 是从海城公安局辅助过来的 是当时呢 在这个组织当中的叛徒 蔡荣复的一个供词 同时呢 海城公安局呢 也在这个供词里 我们也辅助过来一个 关信告第1154号的地位档案 在这个地位档案里边呢 就对整个我们在您父亲 就是领导的这个地下组织的 整个的活动情况 被捕的过程 同时呢 也记载了张惠民 也就是张永兴您父亲的口供 关信告第1154号文件 是当年日本县民队 报告给东条英机 有关张惠民谍报案的详细审讯记录 在这份长达十七页的报告中 记载了张永兴 及其兄弟张克星的 欲中表现和全部口供 日本投降时 仓皇出逃的日本宪兵 没来得及销毁这份 关东军的机密档案 后来被吉林档案馆 整理并收藏 那么这份秘密档案 到底记载了些什么内容呢 据我们这个查业资料和档案呢 这个 张永兴张克星哥俩 在一种表现非常顽强 在敌人这个实时暴行的情况下呢 始终这个 不吐出一个字 敌人对他实行暴行呢 主要是采取灌凉水 就是用凉水 从嘴和鼻子里头灌出去 然后把肚子灌大 这个 日本的神圣员呢 在其他他身上 把水都压出来 反复压 这个张永兴呢 是极臭昏迷 几次用他们 这个敌人用凉水泼过来之后 但是他仍然的这个 不出路 这个一点情况 这里边记载了呢 张慧民 也就是您父亲 张永兴烈士的口供 是吧 在这里边说呢 是在苏联听到的话 和认识的人不准议论 再一个呢 就是日本宪兵捕获 咱们苏联地公人员的时候呢 极力的采取一些残暴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人们 包括父亲的是 坚持不共 1988年7月7日 在审查了所有敌尾档案 和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后 七七哈尔士人民政府 会同黑龙江国家安全局 及北京市有关部门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张永兴 张克星兄弟 重新修建了纪念碑 并举行了隆重的同享揭幕仪式 在铁的事实面前 土乌方雄也不得不在日本发表声明 关于叛变的情节是我记忆有误 张永兴始终没有屈服 他没有吐露组织一个字 张永兴烈士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 就像你们日本人爱你们的国家一样 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如今 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你们的侵略 我不能坐视不管 我为苏联工作 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把你们从中国赶出去 1990年6月 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有人告诉张永兴的子女 说土乌方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到张永兴烈士墓前去请罪 张氏子女纳闷 这个杀父仇人 既然说父亲和叔叔是叛徒 那么又为什么 还要来到中国请罪呢 土乌方雄呢 到西满革命烈士林园呢 走了一圈 他就是到这里来找 张永兴 张克星两位烈士来谢罪 当他走到张永兴 张克星两位烈士墓前的时候 他把礼帽拿下来 然后在那里鞠躬 因为这个土乌方雄啊 他会点中国简单的语言 然后在那常规 而且痛苦流涕 嘴里不断的说 我有罪 就在张氏子女还没有从这件事情明白过来时 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土乌方雄通过我的忏悔的翻译者传出话来 要求面见张永兴的后人们当面请罪 得知了这个消息 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张阿丽和张爱琳女士 准备与土乌方雄见面 并就他书中叛变的问题当面辩论 然而刚刚从西基哈尔西满烈士陵园归来的土乌雄 此时已辗转来到了沈阳 找到了张永兴的四女儿张秋月 一直跟拍土乌方雄前往中国谢罪的日本山形电视台的记者 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样的一步 面对五十多年前自己的杀父仇人 如今匍匐在地痛哭忏悔的池木老兵 本来已经绝不握手的张秋月 最后还是伸出了双手 中国人的宽容再一次感动了土乌方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东军集密档案到这里就全部为您讲述完了 迷雾散尽 真相大白于天下 烈士的英灵在九泉之下也得以安息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 当年田汉先生看到了张永兴所写的《血战归来》这篇文章 特别是看到文章中提到的 他毅然决然的跑到土匪窝里建立抗日义勇军的这种壮举 感动的热泪盈眶 当场田汉先生就提笔写下了那段著名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后来这首歌随着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了祖国大地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了 但是这些革命烈士的英勇壮举 这些感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 中华儿女如何用血肉之躯来捍卫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 也更加让我们感受到国歌中所提到的这些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收看本期百战经典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